最近看了一个新闻 河北的一个13岁的小姑娘 然后骑车的时候呢 有一个同样骑电动车的一个阿姨摔倒了 小姑娘呢就好心把她扶起来了 扶起来之后 这个女的就说非说是这个13岁小姑娘 然后把她撞倒了 回去之后呢 小孩的妈妈也觉得小孩平时调皮 性格有点像男孩子 然后呢就觉得肯定没准是她姑娘 自己姑娘把人家碰了 然后掏了给人掏了医药费 前前后后花了三千来块钱嘛 最后掏完医药费之后回去呢 因为孩子一直说这人不是我创的 她妈妈一直就是觉得她撒谎还打了孩子 结果后来孩子可能就有点抑郁了 然后妈妈觉得这事可能不正常 结果就报警了 掉了监控之后 结果发现孩子是助人为乐 孩子根本就没有碰到那个人 那个人摔倒之后是孩子好心 见义勇为把他给扶起来了 然后这个事报警之后呢 最后结果是好的 对方退还了全部医药费 然后还那个公开发公开信 感谢这个孩子 但是我想对这个13岁小孩子 造成的这种心理阴影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破除的 这种碰瓷啊 还有做好事没好报的事 不能说非常多吧 但确实是一个挺普遍的一个现象 并不是说不好 哪有这种人对吧 但是就是说说我经历的两件事 就是有一次啊 是我早晨上班之前 在楼底下 我们家楼下有个煎饼摊 在煎饼摊买煎饼的时候 我就看远处有个老头 骑着自行车 岁数也不小了 骑个28大自行车 在路上慢慢游走 后边突然过去一个 我眼睁睁看着啊 后边突然过去一个 骑着电膜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速度特别快 呼啊 一下一过去 那个电动车的尾巴 碰着那个老头的前车轮了 老头直接一个 一个翻滚就摔在地上了 然后小伙子管都没管 开着电动车跑了 跑了之后 老头就坐在地上吧 爬下来了 没啥事就有点懵 在那躺着就有点懵 我当时就想 卧槽 这服不服啊 当时我是真犹豫了一下 然后这会儿呢 迎面从我对面 就走过来一个大哥 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夹着个包 你知道吧 带着一拨大金链子 穿着那种丝质的衬衫 然后带着个大手表 就一看就是那种混社会的 然后就不差钱的那种人 你知道吧 那大哥呢 走到老头身边也没说什么 就过去了 就扶那老头 就说 哎呀 大爷没事吧 然后扶老头 想把老头拉到路边 老头也是摔懵了 老头坐在地上 那种黄黄乎乎的 睁不开眼睛 来回晃 然后这大哥一扶他 老头 一扭头 往左一看 看见这个大哥了 第一句话就是 哎 你怎么创我呀 卧槽 当时我在旁边听着 我当时心里边骂着 就操你 然后那个大哥更真实 那大哥卧槽 一看 大哥一把就把那老头胳膊甩到那了 说了一句 去你妈的 然后扭头走 再也没人管 那老头 周围有那个宿舍认识的邻居啊 然后就给那个人打电话 给那个老头摔倒的孩子打电话 过了大概有个十分 十五分钟吧 反正谈见面人也多了 我一在这等着就看着 过了一会儿 他儿子来了 来了才把老头扶起来 啊 你没事吧 问他爹 然后怎么着的 说谁碰的你啊 老头说 我也不知道谁碰的我啊 他妈你不知道谁碰的你 他妈人家过来扶你 你他妈张嘴就栽赃别人 污蔑别人 草他妈的 真他妈活该 反正让我看我就觉得活该 第二件事 在我们这儿有一个科运站 大巴车的科运站 我哥们家住在那附近 然后我去找我哥们玩 走到科运站那儿了 我过马路的时候 抽着烟正过马路的时候 我看见对面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 带着个老头 老头就是走着走着 一开始走着也挺好 我也没太在意 我就瞟了一眼 过了一会儿 我马上过了马路了 我听见后边喊救命啊 救命啊 然后我一种头一看 那个四十多岁妇女 开始喊救命 那老头呢 就已经栽到那个路的旁边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得了病了还是怎么了 看不出来 然后我当时就停下了 我就犹豫了一下 也是 因为说实话 真的是不敢 不是说怕承担后果什么的 真的是因为人心太复杂 我并不是说 这跟哪个国家没有关系 因为人性就是这样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我也不得不承认 我确实没有那个勇气 不经过思考过去就扶他 然后我一看 我当时就犹豫了 我想我是扶是不扶 那个女的又开始在四边喊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当时也没有人管他 然后我就往前迈了两步 我想过去扶那个老头 我就往前迈了两步 但是旁边呢 我突然间瞄到 旁边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一个人 都懂什么意思啊 我就不说了 旁边穿着一个战制服的人 然后我就这样斜眼看着那个穿制服的人 那个穿制服的人 他看见我 他看见我有往前走这个趋势了 他就这样斜着眼看着我 我俩对视了一眼 然后我看到那个穿制服的人 冲我使了一个非常隐晦 非常牛逼的一个动作 他怎么知道 他这样看着我 然后冲我摇了摇头 我当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然后我冲他这样点了一下头 我就扭头走了 没再管那一把 后来就开始喊救命 然后当时两边的路上人车特别多 根本没有人管 我就想说 是人心坏了吗 人不再热心肠 不再善良了吗 我觉得 人性的复杂 并不是这种 一语就可以概括了 这不是说单纯是在这个国家 在哪个国家也是一样 对吧 碰瓷的找事的 这种的哪儿都有 别说那什么了 对吧 你去外国旅游不一样 还会遇到那种强买强卖的吗 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想啊 还有一个过去有一个电影 叫雷锋的故事 雷锋的那个战友 小岸山开大车的时候 也遇见这种 救助了老人之后 然后被讹诈这种 只能怎么说呀 这就是 人们的这种私欲吧 太旺盛了 把人们的这种贪念 就已经没有底线了 淋漓尽致的 已经彻底斩下了 成了什么 谁做好事之后 谁就吃亏 谁傻 谁善良 谁就吃亏 现在整个社务 不能这么说 是吧 不能这么说 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 就是说 反正风气上 在人们 肯定是对于钱 对于这种恶钱 贪欲 实在是太旺盛了 丝毫不考虑任何底线 没有给这些善良的人 和做好事的人 应有的尊重和尊严 成为了谁傻帽 谁傻逼 谁赔钱 成为这样一种风气 我觉得也是挺可微的 然后我自己亲身的事 我姥爷 我姥爷 去排队买鸡蛋 你们也知道 老年人喜欢那种潮湿 排队买鸡蛋 凑个热闹 就跟过去那种凑个热闹 他也不是说差那点钱 就是老头老太太们都去 他也就跟着去 一块凑热闹 热闹闹闹的 老人们喜欢这样 买完鸡蛋回来走的时候 脑浴血 光机就躺在地上 躺了大概两个小时吧 也没有人管 最后是什么呀 我们邻居 老爷的邻居 走到那了 看见他躺在路上了 给我娘打电话 我娘带着我舅舅什么的 过去把他胎子送到医院 这还好是没什么事 他就是一时可能难受 坚持不住了 躺在那了 我现在教育我的孩子也是 我说你看到老头老太太 是吧 你慎重思考一下 再去想你怎么办 你不要盲目的上去就去 那什么 我不是我不是说 对这种做做好人好事 这种的有所顾忌 而是我对人性没有信心 明白吗 我不信奉儒家那一套 什么人之初性本善 我不信这个 我信奉法家那一套 人之初性本恶 如果没有约束 没有一种好的导向 好的引导 人都会惹恶的 就像赤简 柬埔寨那种 对吧 他的素质达不到 然后他得到权力之后 他就会滥用这种权力 对吧 在哪个国家也是一样的 这是人的本能 人的本性 我就想了 小姑娘这个事 看到之后 觉得他妈挺可悲的 让这些善良的人 你这样愿意帮助的人 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越来越憾心 挺可怕 如果老是一直这样 我觉得 就没有什么温度 对吧 人人都如果这么冷漠麻漠的话 我觉得这个社会 确实缺少温度 当然这也就是一介草民的 从底层看这件事 从底层看这件事 就这件事说说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只能是舆论的导向 还有这种各种 摄像楼什么的普及吧 给这些善良的人公道 给他们证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 哪怕就是说 我做好事 我得不到什么好的回报 一句真诚的感谢 也能温暖这些人的心 不至于让人们 凉的心这么冷漠下去